爸 你看我这手 这几天加班太忙了 这手超的 真 亲爱呀 亲爱 你怎么来了 我上课呀 我找我爸 你妈她不在这儿啊 那她去哪儿了 三车间那个谁 生孩子休产假 你妈给她送工资去了 谢谢啊 这孩子又不打得伞 你看这么大意 对 谢谢 兔兔通不通啊 姐 从今以后你就是个大姑娘了 妈妈 你和爸爸 姐 你记住 不管爸爸妈妈发生什么 我们永远都是最爱你的 不是 放心吧 没事的 乖乖睡觉 明天一早还要早起上学呢 晚夜你闭上 来 说 你男人是谁 姐安侠刚睡一下 我们明天再谈吧 现在就谈 你今天不给我老老实实说清楚 我跟你没完 说 你男的谁 我告诉你 你必须马上跟那个男的断 臭手底底的断 从今往后 不许再跟他有任何来往 都是我的错 嫁给你的时候我太年轻了 你要对我家有恩 我错把感激当成了爱情 简爱都这么大了 你说那不是爱情 就是因为简爱我才压抑了这么多年 但是今天我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我要离婚 离婚 不 出了这样的丑事 我没有脸在面对你了 不 不 我 我这 我这不离婚 一样 别丢着我 求你了 我不能没有你 简大公 你起来 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再过下去了 能过 能过 我们能过下去 我外头已经有别的男人了 没关系 一样 只要你别走 你这样也只能让我更看不清你 爸 爸 起因呢 是梁小燕出轨 被简大国发现了 经现场勘察和法医鉴定结果表明了 这简大国是先用剪刀 在梁小燕的前心捅了一挡 然后又割破了自己的劲动脉 那孩子现在怎么办 梁小燕那边没什么信心 简大国有个姐妹 已经通知了 你说我弟他怎么就那么安心 转手 转走就走 你再好好想想 先别哭 李主任 姐姐 你出去一下 我们上了点事 在外边等我 孩子要是去了福利院 您说我们家那房怎么处理啊 你们家是私房 那简大国人没了 这孩子就是继承人了 那怎么行啊 我还没死呢 我爸在世的时候说过 那房子是我跟我弟一人一半的呀 这我可管不着 我们只管孩子 这样 你回去想想 想好了 我这两天就赶紧联系福利院了 行吗 李主任 你们来得正好 我呢刚跟县那个福利院联系好了 这个周日就可以把孩子送过去了 不用了 我跟简爱都商量好了 我来做他的那个监护人 我这刚联系好的 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怎么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总得容我们好好想想吧 按理说呢 这个事我确实是负担不起的 可是 你说这个事除了李 也还有个情 情理情理吗 你说是不是 孩子这么小 你说哪个大人 狠得下这颗心呢 是 那你自己跟福利院说去 行 我自己说 走 亲爱啊 亲爱 我今天找了半天 你爸的存子放哪儿了 我怎么找不着啊 要存子要做什么 吃饭上学哪样不要钱啊 我妈厂自己的钱 不是你每个月去领吗 那点哪够啊 你想想 现在咱们一家四口 天天又要吃又要穿 我天天还在家照顾你们 又没有办法出去挣钱 又没有办法出去挣钱 睡 你干吗 睡觉呗 你出去 这是我床 这是我的房间 我就睡这儿 你出去 哎 哎呦 当姐姐的 就让我们睡这儿呗 那我呢 你跟阿娇可以到阁楼上去睡啊 凭什么 这明明是我的床 我砍这脚 你说了不算呀 我安排怎么住 就怎么住 超 我不是阁楼 你说了不算 是不是 对 不是 对 你出去 要不这样 我让阿明啊 还有阿娇上个阁楼上睡去 可有一条件 你得把你爸那群椎给我 不 你给我 还我书吧 我的书吧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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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